舊的海報有時候 它很流行將西片直譯 譬如Joker Joker 重生 我覺得還不錯 挺有趣 所以試試一直這樣做 因為我本身很欣賞舊海報的風格 但現在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試試看能否做出這種感覺 很多顏色都是用很鎮定的 三元色 甚至是玩對比色 譬如橙色撞藍色 混圖 它很流行放很多文字 還有標題 都要有這麼大 主角都是要很大頭 即是它互相 角色又搶 標題又搶 搶來搶去 就是舊海報 這幅應該是 歷史以來最長的花時間 因為 當一個人頭 可能有顏色的 一個人頭可能說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然後這裡 整20個人頭兩幅加起來 這兩幅開播 我的收入是來自客戶找我去畫畫 第二個收入就是賣這些作品 大概是養家 養自己老婆子女 是這麼多的 但是呢 是多過之前做設計師的 而且時間多了 即是不用上班 坐在那裡 然後做完事 才可以下班 我自己的感覺 其實很害怕 一開始 就在公司偷偷來做 然後下班又做 但我覺得 兼顧不到兩邊 不知道這樣可不可以叫做裸遲呢 這樣去辭了一份工作 去認真做 我自己這個 毛子用工作室 如果 太害怕 就什麼都做不到 沒有錢 就沒有錢 這樣 的心態去做 其實很簡單 我希望可以 永遠繼續做這件事 做到 退休那一天 做到死那一天 這個是自己的願望 好多?